好 来关系目前在立法院这边呢 今天的委员会好像也全部都暂停了 交给品怡 好 现在双北升三级之后 其实有各个的企业他们都是采用分流 包括市府在内 不过现在立法院他们今天也是 各个委员会其实都是停止召开的 但是现在呢 虽然说这个委员会全数召停 但是明天有一个修宪的委员会 明天是要第一次召开 现在还是要如期举行 并且要选出五位的政党的这个招委 不过现在呢 虽然立法院明天还是要开这个修宪委员会 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委员 他们决定让他们的助理是可以自己来请假 或者是就在家办公 用这种远距离的方式来办公 其实对委员们也好 因为他们现在在各个地方来跑活动 其实对他们来讲也都是很危险的 只是除了立法院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双北市议会他们怎么做呢 像是新北市议会他们就已经决定 要把他们的议程延到五月二十九再来开议 至于台北市议会他们昨天也决定了 他们现在要停会到六月八号之后再做开议 主播 好来关心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最近在脸书发文 他说他之前任内就向中央喊话 要设大型的简易隔离所如今被采用的话是亡养补牢 好现在双北都升三级恐怕让前高雄市长 韩国瑜他的感触很多 因为他昨天又在脸书上面发文了 他说现在双北升三级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卖场出现的抢购潮 还有原本大家都没有想要去接种的A字疫苗 现在接种率也是创下新高 而且现在你想打也是打不到了 不过他就说了 其实我们现在的疫苗接种的交付率就只有1.59而已 那其实是很低的 但是他说了 蔡总统他却说我们的国产疫苗7月就可以来上市 但是他说现在我们的国产疫苗 其实连三期的临床试验都还没有做 这其实安全性都还没有的 他批评蔡总统只是在做大内宣 另外他还有批评一个就是我们的指挥官陈时中 他说陈时中的这个疫苗采购 一下子说中央同酬 一下子又说地方政府可以自行来采购 他说这样子政策其实根本都是摇摆不定 现在他除了批评两个人之外 他也还帮另外两个人来报区 一个就是台北市长克文哲 他说克文哲前几天提说要快筛 结果还被反对 另外一个就是侯友宜的 他说侯友宜早就已经准备好三级的准备 而且他之前也都有做了这个社区感染的措施 另外一个他觉得他自己也是相当的不平 因为他说他早在他之前当市长的时候 他就有提说要请中央设立一个大型的检疫隔离场所 当时是被批评的 但是他说现在中央采用了他的这个建议 其实是亡羊补牢畏为耻野 所以他就说要中央 记得防疫是要以民为重 千万不要处处都做政治算计 还是要来关心的是两岸情势 要继续请教品宜 大陆的攻台策略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改变呢 好现在两岸的情势还是相当的紧张 因为截至目前为止 今年共击入台湾的空域已经有110天了 再加上最近央视频频释出了许多像是军演 还有这种两期在演练的这种影片 恫吼的意味实在是相当的浓厚 所以现在有专家说 其实现在呢要防范的是 2025年开始大陆他们会怎么做呢 他们说这个他们未来在这个登岛的 这个联合登岛的这一个作战模式 将会有一种改变 就是从传统的两期登陆 改变为暗对暗的登陆 不过现在也有军事专家说 现在中共还没有夺岛的能力 夺岛会是他们这个侵犯台湾的最后一个步骤 目的就是要来制衡美国 让美国无法再来干涉台湾的问题 不过也有这个淡江大学战略所的学者就说 其实现在大陆他们已经在做一个大规模的调整 他们军事后备的整个体系了 目的就是要发挥整个指挥的智慧化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说只要未来他们 只要输入几个关键的参数 电脑就会自动模拟一套的作战系统 这个作战系统贵的就是要什么做呢 贵的就是要让他们发挥一次性的精准打击主播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